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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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新聞稿的時候說 有某位女主持人 曾經來跟我求饒 要我撤告 又說有某位女主持人呢 每次拜託我 還叫我幫她押新聞 甚至於講到 那位女主持人發抖的時候 那時候你猜是誰 我猜是做運購吧 很容易就猜出來的 那另外一位是誰 絕對不是廖小鈞吧 我猜 絕對不是陳北娟 所以 嚴經兵和兩個女人的戰爭 會是廖小鈞和周玉寇嗎 我們等會要告訴你答案 首先節目一開始 先帶您來看的是 嚴寬恆在昨天呢 確定宣布參選了 針對欠債傳聞 最近寇姐不是一直在打她 欠人家六千多萬不還嗎 她說 我一生重情重義 絕對不會落井下士 我沒做這種事情 所以她昨天針對這六千多萬 也做了說明 同時呢 昨天最精彩的其實是 標格和兩個女人的戰爭 第一個她講到說 這個主持人到鎮南宮 難道是敗假的嗎 這個主持人是誰呢 現在外界說是周玉寇 第二個她還說 曾經疼聲 對不對 周玉寇會這樣 來道歉 求徹告 但周玉寇怒了 周玉寇在今天 向顏清彪下戰帖 說顏清彪放馬過來 我們先來看 昨天要談到這位主持人的時候 手還發抖 當時是將來 李寇靖,王金郎 的校生王清凌 在十一月七日早上 從美國打電話給我 說她跟我抱歉 無什對我的意思 所以可以 就可一定不說是有心的人 在作文章 主持人也不公 帶方向 明明就是曾正龍 跟他爸爸的好朋友 跟我以前跟他家裡泡茶吃飯 為什麼會變成一個羅先生 百知不覺 這個引誘的方式 我想這個主持人也在 需要我的時候來到服務處 來到聖南宮來拜拜 要是在拜假的 念香就炒到心想怎麼吃 好 因為他沒有點名 所以到底哪一位主持人 在帶方向 帶風向 哪一位主持人在有困難的時候 到服務處去找他 哪一位主持人在拜拜的時候 香沒有差歪 我不知道 但是現在當然外界認為 他指的主持人有兩位 一位是廖小君 一位是周瑜寇 那我們先來談談廖小君 因為幕僚其實把廖小君事件 講得更清楚 所以雖然鏢哥沒有直指廖小君 但幕僚已經講出廖小君三個字了 他認為這一次廖小君在媒體上 不斷地修理 彪哥是恩將仇報啊 對 那他的幕僚爆料說 其實主持人有兩個 還有另外一個呢 當年涉及虐待那個外傭的案件 請彪哥把事件壓下來 因為怕影響他的形象 結果呢 壓下來以後 竟然現在恩將仇報 現在那個受害者 在印尼的那個受害者 已經跟我們取得聯絡了 甚至他可以出面來指控 要報 大家一起報 幕僚講得沒有意思就是這一句 要報大家來報 你報我我也可以報你 我們來看看他講的到底是哪件事呢 他是講到2008年8月26號 在聯合報當時刊登了一篇新聞 這篇新聞講到知名廖姓電視女主播 疑似卷入虐雍怡雲 這位印雍呢 叫做阿美 當然可能是化名的啦 年初向移民署自首坦承假結婚來台 聲稱受僱於廖姓女主播 在家裡幫他們帶小孩 而且護照被扣留保管 每個月薪水我覺得這是滿驚悚的 因為這是新聞寫的 不然我真的不相信 聯合報竟然寫說 每月薪水就兩千元兩千 美籍嗎 台幣 台幣好 OK 台幣叫去做工 他無法再忍受 所以自己跑去移民署自首 希望被遣返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來還原這個事件 這個事件是2008年 那阿美因為他受不了了 他沒辦法回去也沒有護照 他外面流蕩又回來以後 還是賺不到錢 所以他直接透過他的朋友 再到台中部的 台中的中部移民署 他說我乾脆自首 我就是因為假協婚來台灣的 你把我遣返回去 那當然呢 女主播是完全否認 他說沒有沒有 他沒有在我那裡帶小孩 沒有我也沒有申請外用 但是呢 阿美指證立立 阿美指證立立說什麼 其實他2004年就曾經在 這個女主播家裡幫佣 我們在這個看板裡面有看到 那後來他回去以後 2006年之前 他們派人到印尼跟他講 說我跟你講 你喔 只要辦你結婚以後 你就可以來台 然後來台灣以後 我每個月給你一萬塊 結果他就在辦你結婚以後 到台灣了 結果到台灣 先到料姓主播家裡 帶了三個月的小孩 一個月才給他兩千塊 那他當然生氣啊 為什麼只有給我兩千塊 用那個八千塊 就是要扣在印尼結婚的費用 而且還把他的護照扣留 所以他非常生氣 就跑到外面去 跑到外面去以後 到2007年底 他又回來主播家 回來主播家以後 主播就安排他到 三重一家工廠去上班 那這家工廠誰開的 就是女主播的姐姐 跟他的理性的弟媳婦 他們兩家合開了一個工廠 結果一座 還是兩千塊 你當初不是跟我講一萬嗎 還是兩千塊 所以撞不掉 所以才去把這個事情 整個報出來 那報出來以後 移民署接到這個案子 大家要調查 結果調查以後發現 跟他結婚那個理性的男生 他已經過世了 那這個男生是誰呢 就是這個廖姓女主播的 弟媳婦 他的秦弟弟 姓李 兩個都李嘛 李這個 他跟他結婚以後 假結婚以後 他已經過世了 所以他中部呢 中部移民署 就把這個安排 跟這個理性的弟媳婦 直接以偽造文書 就移送到中部的一個 地檢署去 那另外把廖姓的主播 跟他的姐姐 移送台北線調查 不過廖姓主播 沒有 我跟你說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申請費用 我不滿 以下我跟那個阿美 那個女孩子 我也不認識她 對不對 所以我完全都不知道 這個事情跟我的 完全都沒有相關 喂 左地嚴親標出來了 你說 嚴親標 左地角好像有一定會把你嚇到了 他講著講著講著 突然暴露 他才剛換竿 我昨天講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畫面 保健人看到嗎 他先把他的兒子 顏寬眼先請出去 因為那個記者會會場嘛 宣布徵召一大堆人 對不對 主席 市長所有立委都來 好 那你要問我一點八一對不對 來 我傳託彈 大家先出去 我來的時候 他跟大家解釋了整個過程 當然社會還是會檢驗他 最後他站起來跟大家講 不外戰 不拒戰 接受挑戰 接受挑戰 他就講那麼大聲 我不是故意大聲 你去看他就講那麼大聲 我真嚇一跳 因為他現在身體沒有那麼好 他身體沒有那麼好 他居然還講話那麼大聲 而且觀眾朋友 你要知道 彪哥我採訪他的時候 他已經不是你想像中那個樣子 他是台中第一個海線霸主 宗教霸主 政治的霸主 從里長幹到議員 幹到議長 幹到立法委員 對不對 那後來又在這個 這個大甲政人工的時候 因為本來公親變市主 鄭家王家 他進去以後 他變董事長 好 重點來了 我們都聽到延親標 過往有一些一清專案等等等等 然後他在立法院 他也曾經講東瓜標 對不對 來 寶傑哥 沒差把我們阿公 搖出來而已 有沒有 講到阿公 當過票來啊 寶傑哥 東瓜標是他阿公取的綽號 東瓜標是他阿公取的綽號 因為他小時候跟他媽媽顧甘點 他們家裡顧甘點 沒有錯 後來有殺失業嘛 那他爸爸 他接他爸爸 阿公就是叫他 當過票啦 肚子肚子肚子 所以後來 這個東瓜標大戰美國伯 我的年紀以上人還聽過啦 比我年紀還小的沒聽過啦 美國伯 當過標大戰美國伯 當時有一個十大槍擊 要不要叫林伯文 美國伯 因為他是混血 所以他這個亡命 在臺灣的這個海線部分 他去搶賭場 他帶了小弟黑吃黑 他只要說我要跑路費 沒有人敢不給 只有東瓜標不給 當時有兩個說法 寶傑哥 一個是說 因為他沒有殺失業 那個美國伯 要來插這個所謂抽佣金 你多少錢也要挑 不要讓你挑 跟他嗆聲 嗆聲以後 後來也跑去南部躲 因為美國伯 真的太恐怖了 但是這是一種說法 另外一個是說 他說要來遭遇 東瓜標 射到美國伯 美國伯說要拿錢 六十萬 他居然敢不給到足數 他給了三十 那時候六十萬很大 但問題是他給了他三十 他說沒這個道理啦 三十萬我可以抄 另外三十萬開支票 但是美國伯說不爽 就嗆聲 嗆聲 當時只有 言其妙敢幫他嗆回去 觀眾朋友 我講的這都已經是 三四年前的事了 三十年前 對 那個美國伯 不是把一個紅隊長給打死了嗎 對 所以美國伯 後來因為警察 裏捕的時候 身中三槍 那個隊長來 他還又打了一槍 隊長被打死了 所以後來十大槍 接到辦法 那你說言其妙 反正你現在都已經換過 幹了 你這麼兇 人家會怕你嗎 很久沒有看到他那麼兇 因為他到立法院之後 除了這個每次要這個立法院 再表決的時候 為了保護王精品 他會兇 但也沒有那麼大聲 他只要一比 他都在王精品旁邊嘛 他一比大家就退了嘛 不需要那麼大聲嘛 昨天他講什麼 不會戰不懼戰 接受挑戰 對不對 我就覺得我不知道 因為他把言寬恆叫出去以後 他說接受挑戰 不會戰不懼戰 他兄姐會怎樣呢 他現在言氣也大了 兄姐也不會怎麼樣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當時美國博 我覺得這個例子 並不是要大家回去 再去回溯那個 所謂砰砰那個年代 是說當時誰敢不給米國泡面子 我講的不是一般人 不是不是大老闆 黑道都要給他面子 他專門在搶黑道 專門在搶賭場 但只有一個 年輕人叫做當歸飄 不買他的帳 那昨天的那一吼 讓我看到 顏清彪的狠近 好我們看 顏清彪昨天 真的暴怒了嗎 顏家吼 這個不會戰不懼戰 真不懼戰 顏攤人 不跟這個老闆 拆卸人拆卸 這就職拆錢 把這些主席 一筆一筆的 搶回 我跟清彪一生 只知道情意相挺 絕不會 啊 若起下屬 年家吼 你都不會戰不懼戰 絕不懼戰 關於新日媒體 諸多指控本人 欠債不凡的團友 事實真相 定規如此 熱意的指控本人手 投資 事業總是有貼有賺 之外林秘寧 告知公司需要 賠錢 基要融資 因為 他們知道我命了 主席的頭髮 有救急 希望我得我的頭髮 擔負融資 這就是了 後來的公司 擴廠 我確保的主席 也可以 就被拍賣 來還錢 原貪人 任公司老闆 拆貸人拆貸人拆貸 這就無可錢 把這些主席 拯救機制的 拯救 我人情票一生 跟經友 共同導資的 只知道情意相挺 絕不會 落地下屬 我一生 重情重義 也不敢人家教 相信了解我的朋友 一定深刻 體會我現在的心情 製造 公道自在人心 我不想多做回應 至於大挑戰我們說 就諷諷疑 我本人的污衊 更是 仔細烏有 我簡單跟大家 說一件事 政黨子黨 王金螺的 孝西黃青龍 在11月7日早上 從美國打電話給我 說他跟我抱歉 不沾對我的意思 說可以 照顧一定 說是有心的人 在做文章 主持人 也不公 帶方向 明明就是 曾正龍 跟他爸爸的好朋友 跟我 以前 跟他家裡泡茶 吃飯 為什麼 會變成一個羅先生 百姿不絕 這個引誘的方式 我想 這個主持人 也在 需要我的時候 來到服務處 來到聖南宮 來拜拜 要是在拜家的 喝香就炒不去 心肝也怎麼吃 希望 選擇 大家也會好朋友 希望這次的補選 是一張公開公正 透明的選舉 不要亂罵 汙昧 扭七四十 為了勝見 無限相當 沒有底線 鼓勵各政黨 政治 讓政治整個政治 忠告整個忠告 好好 來打 這場的選歌 的選選 要讓他變成主 連家 就不妨 不會戰 回去戰 解釋黨分 如果 這次 是 啊 什麼 呢 招待 手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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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